面积不大的以色列被公认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 以色列海陆空军都很强 中东一巴绝非是浪德续名的 以色列空军有着中东长臂之城 在几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空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尤其是1981年 以色列空军骗过约旦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防空雷达 越境奔西巴克达 一举摧毁了伊拉克核设施并全身而退 现代战争对军人的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据调查 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飞行员 基本都是本科级以上学历 可以说以色列空军的强大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在以色列飞行员被誉为国家质保 当然想要成为飞行员也是难如登天 选拔飞行员时 除了需要通过身体检查外 还需要检测灵活性、敏捷性和协调性 以及遇上紧急情况时的心理素质和自我控制能力的检测 通过了这些检测也别急着高兴 因为这只是最初选 后期还需要进行大量的飞行检验和学习等 最终只有10%的飞行学员 能够通过层层筛选成为战斗机飞行员 淘汰率高达90% 美军曾评论称 他们就像美国的航天员 选拔标准之言 令人难以置信 惊人的淘汰率给以色列空军带来的是优质的飞行员 可谓挑剔下的完美 战争始终是促进军人提升军事素质的推进机 以色列空军飞行员训练强度很大 每个月在意飞行员 每个月至少要飞行25小时左右 同时以色列飞行员实战经验丰富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 空军经历了大大小小战役上百次 飞行员可以通过参与实战来提升自己 同时以色列45岁以上退役飞行员 每周都要去最近的机场 复飞至少4个小时 费用由国家承担 以便战时吃紧退役飞行员随时可以参战 以色列空军的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严格的选拔 刻苦的训练 这些都是以色列空军强大的原因 创作不易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天下有请 获取更多精彩视频 并参加官方互动